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赤狐 說起三國主題的遊戲 大家會想到哪一些呢? 或許是主打爽快感的無雙 或是主打策略的三國制 而在今年說起三國遊戲 又有一款遊戲要在玩家心中留下深刻的記憶了 那就是臥龍長天殞落 這次阿很高興可以收到台灣光榮特庫魔的邀請 體驗了一下這款全新的遊戲 還附贈了一件限量的帽T給我喔 接下來就讓我穿著它跟各位做今天的分享 實際上臥龍長天殞落在背景的設定上 與遊戲的玩法上都很吸引我 但這類的遊戲其實在我的頻道上分享的不多 我很認真的思考了 我應該用怎麼樣的方式來分享 那或許就讓我們用各位對我最熟悉的認知來出發 來聽一聽一個長期的任天堂遊戲玩家 是如何看待這款臥龍長天殞落的 臥龍長天殞落這款遊戲在設計上是一款有著線性劇情的動作遊戲 遊戲中我們要扮演一個無名的義勇兵 從三國時代的黃金之亂開始一路闖蕩下去 這款遊戲在三國的歷史上做出了一些調整 不過並沒有把故事變得太過混亂 而是利用一種叫做丹耀的東西 以及散發在世界上的邪氣 去重新譜寫了這段三國故事 我們的遊戲進程採用的是關卡的形式 每一個關卡當中會有一定的地圖可以讓玩家探索 並且在打倒關卡的最終BOSS之後就可以通關 每當我們打倒敵人就可以獲得蒸氣 當累積到一定的蒸氣就可以用來強化主角 主角的強化能力是透過五行來設計的喔 根據升級金木隨火土中的其中一個 可以獲得不同方面的能力強化 整款遊戲有著濃厚的中式要素 對於中文圈的玩家來說 遊戲整體的背景相當有趣也相當有吸引力 大致了解了這款遊戲的內容之後 就讓我們先從遊戲的玩法來好好的跟各位聊一下 如果單純就遊戲玩法的部分來說 我們可以分成幾點來說 第一點就是純粹的武器戰鬥部分 這款遊戲在武器的設計上 有大量不同的武器可以讓玩家選擇 每一把武器也都會有對應的五行屬性 針對敵人本身的屬性 遊戲中是有加入五行相克系統的 例如用水打火會有克制效果等等 而武器本身在手感的操作上也會有很大的不同 同樣是兩把武器的情況之下 雙劍、雙刀、雙擠 在攻擊力、攻擊速度、攻擊動作等等都不太一樣 玩家很容易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喜歡的武器類型 這款遊戲在設計上 並不是那種可以讓玩家無腦狂打的遊戲 遊戲在白刃戰的部分 非常講求玩家對遊戲的理解 以及對敵人的熟悉程度 如果只是單純的想要不斷攻擊 很容易被對手防下來 並且在你的空檔被爆打一波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可以考慮看清楚對方的防禦節奏、攻擊節奏等等 當然遊戲也給了玩家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化解 當敵人攻擊過來的時候 會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普通攻擊 一種是有紅光的強力攻擊 不管是哪一種攻擊都可以透過化解來躲開 並且順利反擊盯人 不過如果是化解強力攻擊 可以造成很大的敵方破綻 另外遊戲在戰鬥系統上 還有加入氣勢系統 當氣勢達到負滿點的時候被攻擊 我們就會陷入暈眩 同樣如果能夠把對方的氣勢達到負滿點 也可以讓敵人陷入弱點狀態 並且讓玩家可以利用重攻擊來處決對方 但就白人戰的部分來說 遊戲給了玩家相當豐富的遊戲體驗 戰鬥部分的第二點就是奇術與神獸 也是這款遊戲相當有特色的地方 遊戲中除了讓玩家可以有多樣的武器來打白人戰之外 也可以透過強化之身的五行 學習相對應的奇術 這些招數用別的遊戲的角度來看就是魔法 並且不同屬性的奇術除了會有相剋的關係之外 彼此之間的主要特色也會有所不同 例如火主要的奇術都會以攻擊類型的為主 木則是輔助類型為主 土、防禦、金是毒等等 而遊戲在細節的設計上也很重視這些設定 例如有一個我自己相當喜歡的 就是我在打呂布的時候 呂布開完大招如果我們沒有化解 會讓他的武器上有火焰存在 這個時候他打起來就會更痛 但如果我們有帶水的奇術 就可以簡單的往他身上丟一顆冰錐 命中之後會把他身上的火焰消除掉 相當有特色喔 其實奇術在遊戲中的傷害並不高 加上使用奇術所消耗的 實際上是剛剛提到的氣勢之 但我們附滿點了就沒有辦法使用奇術 而且會讓自己陷入隨時都有可能被打暈的狀態喔 所以想要用奇術來通關這款遊戲 至少我的技術是不可能的 但遊戲利用了五行相剋的細節設計 讓這些奇術在戰鬥中有了很大的用途 是我相對喜歡的系統之一 而另外一個戰鬥要素就是神獸了 當我們的遊戲玩到一定的程度 可以獲得不同的神獸 這些神獸擁有的能力也會有所不同 我們可以透過累積神獸技量來發動神獸能力 這些神獸可以大幅度的加快遊戲中的戰鬥 在我的體感上 它是製作團隊給玩家的一個救命希望喔 除了帥以外重點是使用 前面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讓各位了解了這款遊戲的內容與玩法 接下來的部分會比較多是我個人心得的部分 就讓我們先從遊戲的劇情特色開始說起 不過放心這邊會以不劇透的方式來說明喔 這款遊戲對我來說 它給了三國類型的遊戲一個全新的可能性 過去的遊戲在做三國題材的時候 由於三國的故事本身就很有趣很好看喔 玩家對於原本的故事也很有共鳴 所以在製作上會更希望能夠透過當時的故事 讓玩家能夠有好的代入感 而這款遊戲選擇的方式 同樣是截錄了一整段三國的劇情 並且透過額外加入的內容喔 不存在於歷史當中的人物等等 來改寫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物 讓部分角色的死亡更加充滿了故事性 但改寫最害怕的 就是把原本的經典改的亂七八糟喔 或是直接改變了歷史 實際上在我看完這款遊戲的全劇情之後 我感受到的反而是震撼是驚喜 遊戲透過開頭就給玩家的單要設定 透過主題臥龍的呈現 把整款遊戲做到了從一而終的連貫 並且即時改變了劇情 它也依然帶出了各種經典的名場面 這些場面有了不同的故事性 但它依然經典 在我看完之後 我會很希望未來有更多這種方式的遊戲出現 它讓我看見了三國的更多可能性 相當期待它未來還會有續作推出 不過雖然遊戲的劇情好看 但相信有不少跟我一樣習慣任天堂遊戲的玩家 真正勸退你的原因是因為這款遊戲本身的難度 這款遊戲採用線性關卡的形式來製作 但是遊戲的開頭是沒有加入難度給玩家選擇的 所有玩家都只能夠挑戰相同的難度 不過就我自己的體驗下來 這款遊戲在設計上非常吃重 我前面提到的化解系統 你可以不太會攻擊 可以忘記防禦 可以不開其術 可以不使用神獸 但想要完全不化解通過這款遊戲 我覺得會是極度自虐的挑戰 那為什麼說到難度要說到化解呢? 我認為遊戲在設計上是製作者與玩家的一場交談 遊戲的線性關卡當中 有做出相對應的遊戲踢度設計 先說這不是難度踢度 而是訓練踢度 在遊戲最初的BOSS戰當中 他訓練玩家的是熟練化解的技巧 當你可以穩定化解的那一刻 這個BOSS基本上就失去了他的難度 製作團隊甚至用紅光來表示特殊攻擊 提醒玩家這是絕對必須化解的招式 而我們面對他們的設計 就需要在操作上做出相對應的動作 而隨後的BOSS則是針對這個化解的不斷挑戰 有限制範圍的 有不同角度攻擊的 有多段攻擊的 甚至還會有瞬間移動會分身的 只要你有心在觀察 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自己的進步 不論是在化解的時間點上 或是對敵人的攻擊模式上 這樣的進步也成為了遊戲中最大的滿足成就感 是我自己相當喜歡的一個部分 即使我過去不太玩這種高難度的遊戲 但這次我被遊戲的設計給吸引 並且進入了這個製作團隊 讓玩家感覺到自己很強的愉悅當中 所以要說這款遊戲它很難嗎? 我覺得不完全喔 它考驗的重點在我看來 反而不是玩家的即時反應 它是一個有解答的考卷 玩家要做的只是去找出那個答案 並且執行出來而已 這點上很明顯的感覺到了 遊戲在製作上的用心 不過實際上我們還是有方法可以規避掉這個難度的喔 也就是自主降低難度的方法 那就是濃怪 遊戲在每一個關卡結束之後 只要找到大旗幟 就可以前往別的關卡 當玩到一定的程度 會發現有非主線的副本存在 這些副本都可以讓玩家獲得額外的蒸氣 並且可以用來強化自己 由於遊戲的設計 每一次回到大旗幟 實際上是有的啦 雖然這款遊戲相較之下給出了比較低的自由度 但依然還是有其他的獲勝方式 例如用奇速慢慢磨喔 用跑步與閃躲來躲攻擊喔 單純用攻擊來降低敵人的氣勢值等等喔 但相較於投入時間成本來練習化解 我會覺得這些方法反而讓遊戲有更高的難度 所以在我的體驗上 我會覺得遊戲比較偏向解答玩法的原因就在這裡 但這個解答它並不無聊喔 反而相當有趣 實際上這款遊戲的總時長 會根據玩家自己的技術而改變 但如果你是很厲害的玩家 那也不用擔心 遊戲有加入二週目的系統 可以開放更高的難度 讓玩家可以繼續挑戰下去 另外這款遊戲在裝備系統上也很豐富 包含可以跟NPC刷裝備 可以自己調整裝備的細節能力等等喔 都讓遊戲有持續玩下去的內容存在 所以這款遊戲值得買嗎? 身為一個過去玩了很多任天堂遊戲的玩家 我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是動作遊戲完全不行喔 那或許就真的比較沒有辦法 但如果你也能夠在曠野之奇當中 穩定的使用零刻時間 可以使出各種技巧 那老實說 我覺得這款遊戲也可以帶給你很多快樂 推薦給所有喜歡動作遊戲的玩家 整體來說呢 我是喜歡這款遊戲的 劇情的呈現很有特色 遊戲中明顯感覺到自己進步的成就感 也確實讓人很滿足喔 而在過不了的時候 卡關喔 不斷思考可能性 調整配點等等的過程 最終也都成為了不錯的回憶 系統豐富多樣 BOX之間的特色差異也很明顯 我度過了一段相當愉快的時光 尤其是最後的那個結局 真的推薦大家親自去體驗一輪喔 以上就是這次臥龍蒼天殞落的介紹與心得 更多的遊戲相關資訊與購買連結 我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另外我身上穿的這件衣服啊 剛剛看了遊戲的畫面是不是很熟悉 它正面就是重新獲勝的 報酬雪恨設計相當好看 雖然這件衣服是非賣品 但大家都有機會拿到 可以參考台灣光榮特庫模的FB專頁喔 有機會可以拿到這件衣服喔 另外如果你是有玩永結無間的觀眾 這兩款遊戲之間有做出聯動 臥龍的裝備是會出現在永結無間當中的 那款遊戲是免費的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體驗一下 這邊再次感謝台灣光榮特庫模的邀請 讓我有了一段相當愉快的遊戲體驗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刺虎祝各位遊戲愉快